大家好,我是阮西小天使妮娅 大家好,我是阮西小天使天理 台湾医疗水准事件里面前茅 有了资通讯加持 创新的智慧医疗 便是领先全球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欢迎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喔 我们有请台北荣民总医院外科家户中心 您主任 以及同时是我们AI的发展中心副主任 这边来为我们分享 那我们欢迎您主任 各位线上一届的 还有科技界的先进还有伙伴大家好 那今天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临床上所碰到的一些问题 那我的题目呢 是数位名医 请看第一张幻灯片 那在2022年在台湾呢 我们已经碰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 我们大家都期待 是不是台湾会有第二个复国神山的产业 它其实就是科技医疗 那么在过去呢 我们是医疗科技的这样子的一个主着在发展的情况之下 我今天愿意跟大家分享 我们要解决今天的问题呢 有些时候随着科技的发展呢 今天的问题到明天已经不是问题了 所以我今天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共同来brainstorming一下 明天的问题会是什么 要靠数位名医 在1990年代呢 我今天开场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大概已经注意了三四年的一个新的词 VUCA 你就把它想成是巫医的巫 巫师的巫 VUCA VUCA 1990年代 美国战争学院在一份 培训21世纪军官的报告中 它预言了 那么在未来呢 是一个波动 Volatile 不确定 Uncertain 复杂Complex 模糊 Ambiguous 这样子的一个VUCA的时代 那么象征就是一个变化速度很快 缺乏可靠的预测性 因果关系呢 是互相的 它已经不是线性的关系 所以误判的风险呢 是非常高的 下一张 所以呢 我把未来的这两个字 我把未来的这两个字呢 凑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未来 表示未来已到 那么今天我可能在 表达的逻辑上面呢 比较偏向医院的未来 有50% 50%呢是未来的医院 这两个的框架是不一样的 随着科技的导入 大家这个都已经是看到 现在非常标配的 现在的一个架构 在IoT 在5G这样子的一个串联的情况之下 我记得有一家 蛮有发展性的公司呢 它是用Transforming Healthcare By AIoT 大概大家的故事都是这样子在讲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幻灯片上左边 健康的场域 社区的场域 健身的场域 还有Healthcare的场域 社区照顾的场域 这样子整个轰不隆通的一个新的生态系呢 就印证了我们今天的主题 科技赋能 明日医疗 虽然我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 只是右上角的这个小的block 是所谓医院的部分 可是当将来医院没有翻离 从医院走出到社区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Hospital without war 那我当然是以我自己是麻醉专科医师 重症专科医师 目前在台北荣总服务 还有我过去的就是背景啊 我今天愿意跟大家分享 我实际的在临床上所碰到的问题 也就是当你的亲人 或当我们的病人 在他的重症照护的流程当中 他的体验呢 我把它叫做旅程 我们在医院里面的家户治疗 其实一定要包括他在到院前 还有出院后的居家的照护 所以家户跟家户 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呢 将来会面临的问题呢 是疫 劳 缺 亏 疫情是常态 会过劳 人力会缺 会亏损 在这样子的一个价值 价值改变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来看一个 欧根辉先生的重症旅程 我当然知道这一章是非常非常复杂 可是就是我每天在看 每一个病人 其实他就是这样子的流程 因为很复杂 所以呢我就再放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 他住在病房 肚子痛 发现可能是肠子破孔 所以要到电脑断层室 就要把这个病人送到电脑断层室去做确定诊断 确定诊断以后要开刀 开刀就要会诊外科 还要跟家族解释 最后开完刀以后呢 再回到家户病房 最后要出院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一劳缺亏 尤其在疫情的情况之下 我们整个的流程都会改变 而病人的在重症照顾过程当中 很重要的家人的support 也都会改变 所以这个旅程上 所碰到新的问题呢 又是一劳缺亏 为了不让我们的价值 照顾病人的价值品质降低 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在传统 在评估病人的风险 以及照顾的这些临床 所谓的数据 在软体上面呢 我们有这么多的data 在过去我20年 都是这样子被老师带大 而且也是教学生 对不起 所以呢我们 这几张专业的幻灯片呢 只是请大家分享一下 心肺脑胜肠 每一种功能 我们都把它分类成五级 第三级 第四级呢 就是器官功能衰竭 而这样子的 这么多的器官功能 我点得稍微快一点 当然都是跟指数的高低 我们把它分成 轻 中 重 这样子 然后再把它汇整起来 也就是说 刚刚的分数 如果加总是大于20分以上 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 当然如果很轻的 小于12分呢 四分之一的死亡率 那一半一半呢 就差不多是15 6分 我们用这么粗的一个数位的评估方式 我觉得在现在的硬体加软体 各大产业界的leading呢 已经让我们在监视器上面 能够做出这样子的一表清 把一个荧幕上的表单 能够呈现很清楚的风险 所以ICU已经变成是 不能再是intensive work hard 是希望能够work smart 就是非常有智慧的照护 这些不确定性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中间这个96%的意思 它是说 下一个交班阶段 病人血压掉的机会是60% 那你就会比较放心 这病人相对是稳定的 但是如果这个监视器上面的 这个荧幕 它提醒我们的 这个风险比例呢 是到50%的时候 那下一班的 接班的护理人员跟医师呢 当然要特别注意 那么也看到另外一家厂商 也把这样子的表单 在荧幕上的呈现呢 变成是一个自动化 那这些都是我们未来 数位名医在照顾重症病人 会碰到的 其实跟飞机的仪表板 是一样的 就跟所有的这些 产业界的中控中心 也都是一样的 我以前每一天查房 大概一个病人呢 我必须在很快的时间呢 一张这个资本的表单呢 两面看起来是250个data 我现在知道 我以前看的data呢 其实真的是很局部 必须要有像现在 这样子的雷达图 最重要的是连续性的监测的趋势 再重复一次 在未来我们重症医疗的照顾 要走出医院之外 我们对于在每一个点 不管在医院还是在居家呢 都必须要有连续性的数据的监测趋势 来判断风险 所以呢 这张就请大家 就是我们日常的讲话 你会到重症 尤其像COVID-19 这样子的一个疫情的变化 怎么会这样呢 哦 该做的治疗做的 还能怎么样 最后呢 难道就这样 在讨论的过程中 不难要怎样 因为结果都一样 有的时候 一开始的重症病情的启动呢 其实就已经决定了 你最后的结果 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说辞 不是故意要吓唬人 真的有些东西 我们也没有办法 很有效的 就是资讯的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有没有进到我们的决策 脑袋里面 所以我认为我们重症的 这样子的医护团队呢 它是人命快递团队 人命快递Uber 在这整个的 护航 导航的过程当中呢 交警是很重要的 交班 跟警示 你没有交班 人就会累 品质就会降低 所以交警的导航 是需要靠资讯的 那这张幻灯片 我已经用了十几年了 投球 要有人接球 交班 要有人接班 问题是交班里面的内容 这就靠我们的资讯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平常 用叶克膜的重症病人 开完刀以后 要送到加护病房 是这么多的人 还要有一个监视器 重要的就是这些资讯 怎么自动化的 在运送过程当中的人命快递 要让我们很安全地 把病人送到下一站的 照护单位 所以呢 重症的安全 人命关天 我们在做人命快递的 Uber照护呢 这些资讯系统不能中断 这些治疗呢 不能够停顿 所以呢 我们希望 也许重症病人 这个旅程 他的交警 交班跟警示的导航管理系统呢 会不同于现在的中控系统 为什么说不同于 因为它是人命 是更多不确定性 它不是捷运 它不是空中导航这样子的 确定因素 还是大部分 就像飞机 有些些气候临时的状况变化 所以我们认为 很多的交班接班的过程 内容上面呢 是要有预警的 这样子的一个项目 而且是连续性监测的 这种趋势判断 那我们才能够预防 重点在预防 而不是预警 好 那我们就想一下 在未来 十年好了 我们拆成两个五年 我认为 Hospital会变成Homespital 也就是家户跟家户 我们常常讲 以病人为中心的照顾呢 应该是要到 以家人为中心的照顾 那这些数据呢 再也不能只是在 医院里面的数据来做判断 因为过去潜在的 慢性共病 以及居家生活形态呢 其实才是整个 病情结果的 这样子的一个关键因素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 上面的 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照顾呢 往左边来 就是延伸 20%的人口呢 花了80%的医疗费用 也就是说 人的一辈子当中 就是缩紧成一个人 你有80%的医疗费用呢 是在20%的 最后人生的旅程当中 那我们的 4%的重大伤病呢 所占的健保的费用呢 是33% 接近三分之一 表示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end of life care 慢性疾病呢 你必须往左边 在居家这边 也就是家户来照顾 所以我们所谓的big data 相对于在 下面 幻灯片上所呈现的 家居 门诊 这一部分的big data呢 没有进到住院跟家户病房 这里的比例呢 占比是更大 那才是真正的big data 人是不可能去收集这些的 所以在这样的架构之下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期刊 NEJM 这是No.1的期刊 我们看到 catalyst 它的意思是说 我们需要催化未来不一样的新的医疗生态系 是home recovery的一个surgical care model 用中文讲就是以居家 复健恢复为主的一个 外科照顾创新模式 这个必须是AI driven 而且要把它的ADL 就是每天的生活形态的 这些活动的数据 要加在里面 我不细讲这一张幻灯片 但是很清楚 这就是我们科学上 把刚刚所描述的这些东西数据 化成四公格 最重要是把科技导入 computer audio video的这些形态 然后把刚刚的日常生活的 这些行为模式 其实就是 食衣住行育乐 你平常在 就是生活上的这些行为的数据 换算成风险指数 把它变成这样子的一个表单 大家如果前面是稍微复杂一点 也请包含 我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跟大家报告 左边这边是呈现 数前 数中 跟数后 可是未来 在右边这个比较大的框架呢 你要加上AI的monitoring 红色跟黄色的这个框框 它将会改变我们对重症病人的照护 因为资讯的一个应用 因为我们延伸到 到医院之前跟出院以后的 这样子的一个连续性照顾 我们知道 其实常常高龄重症的病人 在转出家务病房以后 他半年内会再住到家务病房的比例 真的30%到40% 而你想想看一个骨科的病人 如果开弯刀以后 他回到家里 其实他的生活去取居作息 跟原来家的习惯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些照护模式呢 不是医生能够承担的 现有的照护的健保的机制 也没有办法提供这样的服务 可是你就看着他的生活的功能 会一路地往下 这不是医疗的目的 所以我们必须把居家跟医院的照护 要连在一起 它就是靠数位应用 所以AI的monitoring 在我们这个发展上面 你可以看到 术前 术中 术后 到院前 在医院里面 更重要的是 出院以后的照护 这个计划要完全连贯在一起 用另外一句话讲就是 病医保全险 病人 家人 医生 护士 病医要保全险 我们新的SOP 如果用数位的方式 应用在我们的创新模式呢 它一定要AIOT化 我们所谓的标准化 如果没有AIOT 这个的SOP呢 不是standard 是stupid operation procedure 因为你完全没有办法符合 病人的需求 那这是一个笑话 也是刊登在 NEGM 我们刚刚讲的 No.1的期刊上面的 2007年的一篇报道 这是在美国的一家安养中心 它有一只宠物 这只猫呢 叫做Oscar 它是在2005年出生 它就每天跟着 这个护理人员查房 它到这一床旁边待的时间 如果待着不走的话 这个病人呢 明天 pass away的机会呢 就92% 这是非常令人 就是会很省思 我们人的sensor 我们monitor所看到的东西 是不够的 也许将来可以有 这样子的查房机器人 查房总医师 它有各种不同的sensor 让我们在重症病 病人照顾呢 能够自动的 就把这些资讯给进来 就像我期待 也许我们下一个阶段的monitor 是这样 有数字 上面是心跳124 那红色的部分是血压 128 over 56 在我们看的这些数字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看到红色的部分呢 是Help me Help me 数字正常 可是它的趋势已经告诉我们呢 其实是有风险的 那最后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所以重症病医 明天的医生哦 旅程是零风险 治疗不中断 导航全联网 交警 交班跟警示 一表亲 病人 家人 医生护士 病医呢 是保全险 全的意思 就是整个的旅程 最后一张幻灯片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们想解决的是 解决明天的问题 我今天跟大家报告的是 从今天的问题出发 可是今天的问题跟明天问题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你真的不一定要等 今天的问题解决了 今天问题还没有答案之前 我们先决定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我们 也许今天的有些问题 我们就跳过了 它明天就不是问题了 就要靠数位发展 数位科技 我们看到这本书 我最近念了这本书 《千面英雄》 在展开一个 adventure 冒险未知之旅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从启程到面对危机 到发现保障到有结果 回到贫乏 这才是真正一个创新的过程 我寄望我们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section 科技富人 明治医疗能够开启我们台湾 未来在跟科技业者 医疗跟科技合作的一个新的 起跑点大家都有贡献 谢谢大家 谢谢主办单位的邀请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